今天可是2018年的第一天 所以说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 我们先来问一下 三位品味老师的新年愿望 吴老师 吴兴老师 以及兴海老师 你们先先说 大家好 今天在2018年的第一天 能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度过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么我在这里呢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开心快乐每一天 好 那我 大家好 我是兴海 我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2018年 新年快乐 开心每一天 好 接下来是吴文老师 希望我们第八季的 我是大明星的年度总决赛 可以诞生我们老百姓之宫 最了不起的大明星 也希望我们的第九季 我是大明星 可以收视长红越来越是您心中最喜欢的那个综艺节目 你看吴老师什么事考虑就是比别人靠前 第八季咱还没结束呢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经过前两周的比评之后呢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年度总结赛40强选手呢 已经有36个名额被占据 所以说在上一周的比赛结束之后 11名带定选手 究竟前名排名前四位的选手究竟是谁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场外支持率 来大屏幕显示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11位选手他们 这几天的投票累积率 排名前四位的究竟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40强的最后四个名额 尾翼 扩标 张希文 以及王娜 恭喜进入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的年度40强选 而今天的直播呢 我们场上的八组选手 也要面对全新的残酷的比赛规则 八组选手一对一进行PK 由品位老师投票来决定 获胜的那一方直接进入到年度30强 而在四位带定选手当中 场外投票知识率最高的 也可以直接晋级30强 现在呢我们的投票通道已经开始了 喜欢谁的话 抓紧拿起手机为他们开始投票 今天是全新的比赛规则 根据抽签顺序 01号是赵妍 现在心情已经特别紧张吧 怎么说呢 紧张都是不紧张 我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 我心中一点压力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说我掉空竹掉空竹 我今天不掉空竹 那掉什么 先等会再说也可以 来 我们来再看一下 珍珍 大家好 新年快乐 现在的心情是 好紧张 手心里一直有汗 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怎么样 把压力化成动力 对 没错 这边 田田 此时此刻我有点紧张 特别特别的紧张 但是我看到了你们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感觉真的 我是这个舞台上最强的 好 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由我们的屏蔽老师决定 而作为01号的赵妍 在他们当中 有你特别不想PK 或者是特别想PK的人吗 这些都无所谓 刚才他们都说了 都想给我PK 我冰来酱囊 水来吐烟 看我表现 你别说 虽然你跟周天表演的都是空主 但是你俩说话这个劲儿 其实也都沾点边 究竟赵妍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吴文老师 我觉得赵妍这自信也挺好 赵妍这叫光脚子 不怕穿鞋的 反正我自己 谁也PK不过 不如就这样 所以见谁也不怕 是这意思吗 赵妍 对 你说大过年的 我们得有点细心 赵妍还是经受过一次考验的 那一次考验对于她来说 我估计是应该终身难忘 因为我给她说了 她做的一个很难的动作 是 屡次没有成功 我说三次之内 你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我就让你进一集 否则就淘汰你 结果人家在最后一次的时候 挑战成功了 这是个有福之人 这是有福之人 我觉得赵妍是个有福之人 而且这个小伙子特别乐呵 特别阳光积极上上 本身是个厨师 但人喜欢玩空竹 业余能够练到这样 了不起 另外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和赵妍要说这个 比较行当上比较配了一下 我看有跳舞的 有唱歌的 除了唱歌跳舞以外 与这个杂技有点关系的 我觉得应该是魔术 年龄也和她相仿的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美女 陈墨 天哪 所以这俩在颜值上 是没法互相比拼的 直接人陈墨就赢了 但是要在技术上很难说 所以说第一组 你选择PK的两名对手 是赵妍 陈墨 陈墨 好 我们其他的选手 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陈墨 有什么话要对你身边的 这位空竹达人说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就会非常的紧张 是赵妍的话 我就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赵妍每一场比赛 他都会有失误 感谢赵妍 将失误进行到底 谢谢你 Mr.定角石 你说完了吗 你说的还行 你再能说两句 这个陈墨刚刚把对手的失误 看成是自己成功的即时 是吧 当然我们这里面 有开玩笑的成分 我也有话想对他说 来 你看你每次变魔术的时候 都是奇迹出现的时候 我这次让你变成奇葩 火腰味够重的 同时我要在这里提醒 随时关注我们的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 年度三十强赛争夺的直播 参与互动你可以获得价值200元的生活大礼包 同时现在我们的场外投票通道已经开启了 喜欢陈墨 喜欢赵妍 随时拿起手机为他们投票 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首先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就是赵妍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赵妍 来自河北苍州 我今年二十岁 是一名厨师 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一段 空竹 接下来请欣赏我的表演 好 来 舞台交给我们的赵妍 我们看到 赵妍 其实穿的就是他平常的工作服 现在已经从事厨师工作五年了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赵妍 赵妍 来自河北苍州 今年只有二十岁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好 当然了 通过赵妍的表演 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在之前的大明星比赛当中 另外一位空竹的表演者 那就是我们的空竹大人周天 天哪 天哪 可能是我们室内舞台的限制 刚刚那个空竹抖得过于高了 碰到了我们上面的灯光 赵妍 赵妍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杂技表演者 通过自己的爱好练教了很多 我们平常难以达到的一些空竹动作 而且他的表演风格跟周天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他自己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创意和变化 虽然沉浮率不是百分之百 看到 扔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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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小设计 熔飞凤舞啊 发面感还是非常强的 我上山是谷 我下海是龙 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 我挥手起雨 我不懂身风 看我东方生疼的中国龙 我天哪 我们那个摄像老师可以抓一下 吊在我们评委席前面的空竹 他现在还在运转当中 哎呦五哥你剪得有点早 他这个带哨的他是 五哥你这样的行为会显得比较天真 你既然都上来了你也试试吧好不好 五哥你既然都上来了来来来来来 就这个动作怎么给他舞起来 五哥既然上来了咱们就让他感受一下 这个挺容易的 这个挺容易 我觉得就没啥难度 离远点抽着咱们啊 你可以把它活动起来了之后 让吴老师接一下 你看看你们两个人第一次配合 能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转起来了 这还能转接给五哥吗 哎 你叫第九名是吧 吴老师 吴老师 你这个人也得跟着转 我这是新的一年有个美好的寓意 希望大家腰缠万贯 漂亮啊 既然 不这么容易 算了吧 既然吴老师这个亲身体验了 我们 就来点评一下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少 那个首先我觉得赵妍 他是有一股子充劲的 按耐不住的那样的一股子充劲 他想要全力以赴 所以他两次在扔他那个空竹抛空的时候 都要打到了我们上面的灯 这说明两点 第一点说你是有积极的想要表现自己的欲望 内心的那种力量特别澎湃 这是好的 状态是好的 但第二点也说明了你的一点 就是你的控制力有问题 你有没有走台之前 之前走了 走台了之后 那就说明没输了 是吧 走了两面没掉 你这就是说 这个嘴上眉毛办事还是不太牢 一方面我们灯光老师 会很生气 你砸到他灯砸两次 我们这一个灯都很贵 另外一个 它直接影响了你的表演 所以给你产生了失误 所以越是面临大赛的时候 如何控制住内心里边 这种想自我表现的这种欲望 让他发挥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度 这其实是对于选手 或者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最重要的 而这一点上是赵妍尤其需要去加强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你前期的那种努力 因为这一次如果不是碰到灯的话 你的所有的表演的稳定性都比之前加强了很多很多 看来这一阵你没少联系 好 我们听到了吴老师非常客观中肯的点评 但是究竟这一轮他能得到评委老师的几票不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的对手陈默表现的怎么样 张燕可以休息一下好吗 好嘞 带着你的空竹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陈默 明建哥好 坐下做个介绍 你好 明建哥好 评委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陈默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早庄议程 我是一名保安 经常关注第八季我是大明星的 应该对陈默一点不陌生 刚刚你的对手其实也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真的就像你想象的比较开心 还是比较放松吗 比较放松 比较放松 对 别管别人怎么样 我们展示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是 来 加油什么 好 其实第八季我是大明星参议度还是非常广的来自各行各业 有很多呢也并不是专业的表演艺术者 比方说现在为我们表演魔柱的这位陈默 其实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一名企业的保安 哦 他用一个完全透明的保鲜膜把它的助手困在了这个缸结构当中 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他应该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我们的保鲜膜是透明的 所以说他的助手在里面的所有动态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沉默每一次中间自己的舞蹈也为整个表演增加了一些可看度 好 这是一个倒进时三秒 我们也感觉到这一刻整个时间都静止了也放慢了 建议大陆 建议大戏 造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谢谢 表演到这 看来应该就是告一段落了 我们谢谢你的女助手 其实我 吴老师 你笑什么 我觉得他是第八季《我是大明星》里边的杨娜 就是我们上一季有一个著名的魔术师 他每一次变魔术的时候 都让我们提心吊胆 然后慌里慌张 每一次都教会我们这个魔术怎么变的 我觉得你也有这方面的潜质 很棒 很棒 反正我已经看会了 确实 我觉得作为一名魔术表演者来说 随着现在网络各方面视频的揭秘 其实他们的难度是蛮大的 但是你知道刚才很有趣的是 那个女孩和她一起搭档 那个黑衣服的女孩 人家终于变出来了 站在上面 准备很美美的让两个穿白衣的少年 把她架下来 有一哥们在她右手边那个就不理她 只有左边这个在架她 她还要假装这边有人在架她 她这样跳下来 好滑稽 旁边的那几位助演 应该也不是专业的表演者 对吗 对 她们刚过来 都是你的私底下生活当中的朋友 对 租的吧 需要练 在上场之前 她们还在走廊练习舞步呢 就是特别尴尬的是吧 我在旁边离得比较近 她在里面喊什么口号 我全都听得见 你知道吗 有没有加分表演 这是为你着想 来一段舞蹈吧 哦 你想干嘛 你 吴老师是魔术界 吴老师在魔术界也是相当有名气的 什么时候 跑魔术界 什么时候啊 我都不知道 刚才我的魔术你都开会了 你是想让吴老师配合你一下对吗 对 我想吴老师给我加点分 哦 你小心她 我们俩一起 你小心她拆你的台 我是可以拆你台呢 还是给你当托儿呢 你只要按照我的操作规程去做就可以了 行 行 我在这个舞台上别的不敢说 我对付我们综艺频道的第一骗子 李欣对付了她很多年了 这个是没错 她一直号称自己是个魔术师 我老觉得李欣是个骗子 确实也没有其他的才艺了 来 我们可以上道具 还有道具 其实我觉得你俩 把刚才那魔术可以再变一遍 你在那可能会更好看 行吧 我看看我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是谁的魔术 好 这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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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这是 矿泉水 我明白了 一次性纸杯 这个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原来 哥你等会再说 因为她刚才一拿到就我大概猜到了 好 我们的名 我们魔术的名字就叫消失的水 消失的水 哎呀 好神奇啊 哇 你俩好浮夸呀 这把年纪了 来来来吧 好 我们开始 对了 来来来来 我我我我 中间还要说话吗 我帮你收音 你帮我说吧 好了好了好了 然后吴老师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好的 按照人家说的去做 对 标准的操作归程 没问题 在这里有两个杯子 检查我们的水没有问题 首先 杯子 你手抖什么呢 你别哆嗦姑娘 别哆嗦呀 别紧张 这杯水给你 首先要把手放到头顶上 举起你这杯水 不要拿下来 你放松 你别紧张 你别紧张 我一愈弄完它就 好的好的 第二杯水是我的 我这有强迫症的人 我看不了你这手抖 好 放下了 然后我也像你一样 把手放在头顶 然后双手 把水杯放在头上 对 然后我数一二三的时候 我们慢慢的向右旋转 但是水不要拿下来 好 原地转圈呗 对 好 来 一二三 慢慢的 顺时针啊 转一圈就行是吧 对 好 转完了 其实呢 我的标准的操作归程 不是这样的 标准的操作归程 我说是当我数一二三的时候 嗯 我向左转 吴老师向右转 明白吗 慢慢的啊 是 一二三 转 慢慢的 你这个 好吧 转过了 吴老师有没有按照我的操作归程去做 有了 有了 是 那如果按照我的操作归程去做的话 里面的水肯定没了 不要动 看我 你不要动 我的水没了 好 好 那我检查你的 好 你感受一下 我这水杯里面还有没有水 这重量 扭了吧 你就直接倒吧 准备好毛巾了吗 啊 我就倒了 啊 你就倒吧 一二三 怎么这还有敲锣的吗 哪是出现状况了 吓到你们了吗 我说五十块钱雇的就是不大型 厉害厉害厉害 啊 水去哪儿了呢 水去哪儿了呢 太神奇了吧 我 哇 真的这个这个魔术 你给我扫一个眼我看 能把刚刚那些水从我脑子里能够排出来吧 你脑子里不用那杯水也有水 就是他玩的这个魔术 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有看综艺频道十年以上的 基本上都知道这是我们十年前玩过的 没错 我们在喜剧学院里边变过这个魔术 我变的 所以说今天我要向吴老师学习吗 你觉得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变的还是挺有挺成功的我觉得 至少比前面那个成功 其实魔术不好变 真的 他需要语言的控制和接受 而且我不知道他之前是变魔术的 他原来不是唱歌跳舞的吗 是是是 跳舞打拳 对 跳舞打拳 唱歌什么都弄 他忽然间改成魔术了 我觉得你已经是个全才了 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 好 我们接下来再次把另外一位表演者赵岩 有请到舞台上来 沉默赵岩 在这一轮PK过后 获胜的一方可以直接成为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的年度三十强 而另外一个将处于待定状态 我们现在三个人都要表达我们的态度了 一个是赵岩 一个是沉默 一个是空竹 一个是魔术 就刚刚现场舞台的表现效果来看 都有失误 然后沉默 一开始给赵岩的那个心理暗示 你一直都会出错 一直都会失误 结果自己也失误有一点 所以说 我觉得那个信心特别的重要 不管失误会怎样 接下来怎么样去把这个失误弥补过来 一个自信的状态继续演下去很重要 两位当中我选择舞台效果更好一些的赵岩 谢谢老师 赵岩先拿到了心凯老师的那一票 我看你们两个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跟以前的比 赵岩呢就是给我的感觉是 没大有驾驭舞台的能力那种感觉 好像跟周天好像是一天一地 没法比 可能是太紧张了 关于这个陈墨呢这女孩 我就觉得人挺漂亮感觉也挺 就是说也挺活泼也挺好的 但是虽然我没有看出 就是你的技术含量有多高 但是呢我想支持你 谢谢吴老师 陈墨拿到一票 那也就是说吴老师这一票 直接决定了谁可以直接成为三十强 我觉得要是拼颜值的话吧 陈墨无疑你就直接胜出了 然后 关公战琴琴一个魔术一个杂技 没法去衡量 但是关公战琴琴这样的比拼 一直是我们 我是大明星的特点 我找到了一个衡量标准 陈墨你这个魔术如果要教会我的话 我一晚上就可以学会 赵岩要想教会我他这一套的话 我练一年都达不到他这个水准 这就是区别 所以晋级年度三十强的是赵岩 恭喜赵岩 赵岩成为 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的年度三十强选手 而陈墨出于待定状态 今天的比赛规则也非常的简单 在四名待定选手当中 场外投票支持率最高的那一位 也可以直接成为三十强选手 好我们两位选手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们再次掌声有请今天的 其他六组选手掌声有请 好接下来由我们的评委老师指定 接下来的这两组对抗选手 我来选 接下来其实特别好选了 特别规整 你看你左手边右手边 这些选手多规整啊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组合 相对来说衡量起来比较有标准 刘涛 你和王超PK 刘涛对王超 来 两位选手 哎呀我没想到 然后我刚才王超还在外面叫我唱歌呢 陶涛真的我们两个关系也很好 然后我一直也非常尊敬你 然后但是今天嘛是比赛 我看你在那一直坐着挺稳的 其实我今天还是想让你走回家 不一定哦 我听说你也是生了宝宝 刚得了一个宝贝蛋 所以说我希望的是你赶紧回家去看孩子去吧 帮你的老婆帮忙帮他一起看孩子嘛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这个无论我们场前的叫板 各自都有多自信多嚣张 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才艺来赢得挺为老师的认可 根据我们的比赛选手顺序 首先刘涛舞台交给你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刘涛的表演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不见不散 马上要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就是来自 山东 藻庄 藤州的刘涛 其实经常关注节目的应该对刘涛有一点点了解 吴老师可以再多介绍一下 刘涛我一直觉得他是拥有这个舞台上 最腼腆但是又最迷人的微笑的一个小伙子 他就像我们的林家的一个大哥哥那样的一个小伙子一样 带着一股羞涩 其实他所吃过的苦和受过的难胃 是我们都无法想象的 他从几岁就因为电击好像是 失去了他的双臂 但是即使这个样子没有泯灭 他心中那份出行和唱歌的梦想 于是他拿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毅力 用他的双脚来弹吉他唱歌 并且带着他的微笑 用他的双脚弹琴唱遍了我们祖国大地 现在主要是在广州那边给大家唱歌 而且靠自己自得其力 然后自己能够把家里所有的家务都能做得很好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还找了一位非常可人 非常疼爱他 非常甜蜜的妻子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用他的双脚走出了 我们拥有四肢都难以走出的 那样更加坚定的生活 所以值得赞美 这是我们第八季我是大明星的 精神力量的引导者 好 有些东西失去了 我们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 来证明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刘涛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是 是一首许微的《曾经的你》 舞台交给你 好嘞 一首《曾经的你》送给大家 制作人 《曾经》 沉梦想掌尖走天涯 看一看时间的方法 年少的心中有些情话 如今已是还未嫁 曾让你心疼得温暖 如今已悄然无影踪 爱情中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曾让你面听一声 等待 走在勇往之前的路上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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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我弟弟大十岁嘛 因为那时候我十举双手 刚上来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想要保 再要第二个孩子的 但是因为我慢慢慢慢大了之后 他感觉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兄弟姐妹能 等我大了之后他能帮助我 能支持一下我 照顾一下我 所以说我老妈就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 是为了照顾你 然后又要了二胎 对对对 这些话如果让你弟弟听到的话 他不会挑你吗 说句实话 这样对我弟弟是有点不公平 但是 其实 在这我自己内心也是觉得 有点对我弟弟有点 那种愧疚吧 不过 我相信我们兄弟俩的感情 不会因为这个而打折 因为我也有个弟弟 我知道兄弟之间交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什么样的方式 平常的时候会经常跟弟弟谈心吗 我弟弟 虽然说我弟弟比我小时 但是我那时候 因为就是出去上学也不方便了 初中毕业就基本上在家了 然后那时候我弟弟也算是四五岁 正好都是 基本上都是跟着我长大的 我都 我带着他到处去玩啊 带着他 他需要什么我给他弄啊 就连吃饭有时候都是我来帮他弄 因为我爸妈他们 一个是工人 然后要上班 另一个是开了个商店 天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基本上都是我在带我弟弟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弟弟大了嘛 然后基本上都是反过来 他在帮助我 然后支持我 就像我现在 就我去广州嘛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弟弟 说句实 我我弟弟放弃了自己家的工作 然后就是为了去广州照顾我嘛 嗯 然后 嗯 我们有一段视频 是专门弟弟要说给自己哥哥刘涛的一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从小就是我哥把我带他 从上幼儿园的时候 只要一放学我哥就 我就跟着我哥跑 就我整个童年就算跟我哥在一起过 他小时候比较喜欢背着我到处跑 他背你啊 对 我也没手爱摔 就他背着我跑跑跑 因为他没有手嘛 然后我也抱不住了嘛 我就从他后部上 他刚学吉他的时候 他拿拨片子 他就在那里练啊练啊练 然后一手曲子练好久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练 然后每天都在演 把脚都弹起泡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辛苦 特别疼 我觉得我哥要是有手的话 真的他不需要这么辛苦 也不需要出来闯混啊 搭拼这些 然后也不需要这样 从最最最最最底层吧 才这样做起来 所以我就说 就是他特别艰险嘛 然后他也从来没有抱一个说 我没有手怎么想 你在台上看他表演 是有什么感觉 挺自豪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他能从街头卖唱 然后到山上的舞台 我觉得我哥好厉害 就感觉 就心里就特别开心你知道 特别高兴 然后就特别佩服他 大刘你好好唱 你上这个节目 我就 当我跟我朋友 他们那些人看了之后 我就特别 特别自豪 你知道吗 特别以你为傲 我希望你能这样子 一路走下去 真的 我觉得你从最开始 在街头卖唱 到现在这样子 真的挺不容易的 所以大刘你一定要努力 不能放弃 加油 没有你弟弟一直都在你身边 他在生活当中称为你是大刘 别说你弟弟长得还蛮帅气的 今天他也来到现场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好不好 来有请 朋友的情谊 比天爱好 比你还辽阔 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情谊 我哥哥在这里 收到大家的很多支持与包容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刚刚 一上台就给哥哥一个拥抱 我相信这个拥抱 包含了很多含义 为什么要那么样 给哥哥一个拥抱 因为 就是 我就从小 就跟他一起长大 然后他经历了太多的苦 然后他能有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当他 当我看到他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很自豪 生活当中的刘涛 能给我们多介绍一点吗 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他 我哥他是一个特别阳光 特别开朗的人 然后他不管面对什么困难 他都是面带微笑的 就像学吉他 其实我也学过 我学了一个月 然后那时候手指头 全都摸起泡了嘛 然后我就坚持不下去 我就放弃了 然后我 没想到我哥用脚能坚持下来 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 刚才 大刘在这站着 小刘他上来 他的弟弟说的这一切 其实刚才他们俩一拥抱的时候 我也挺感动的 也是我 平常因为看到母女也好 两个女人之间的拥抱 让我掉眼泪比较难 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看到他俩 我也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最重要的是刘涛 从参加我们海选 到现在进入年度的总决赛 参加了那么多场比赛 我们每一次看到的 都是刘涛的微笑 第一次看到刘涛 在舞台上潸然泪下 什么原因刘涛 因为我感觉 真的是感觉挺亏欠我弟弟的 因为说句实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妈妈可能生她的时候 就像能像她照顾你一样 然后我为了自己的一些梦想 然后说句床的时候 她不顾一些的放弃自己的东西 放弃自己的公主啊 然后女朋友啊 然后陪我出去 说一说 也许比刘涛弹吉他好的乐手 会有很多 也许比他唱得好的歌手 也会有很多 但是兄弟之间呈现出的这种 男人之间的情谊 兄弟之情 还有刘涛对这个舞台的尊重 以及他用他的生活态度呈现出 对自己生活美好的向往 我觉得他已经是 我们这个舞台上的大明星了 掌声鼓励一下 今天的比赛是一对一PK 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 刘涛还有小刘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休息一下 好不好 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涛的对手 王超有趣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评论老师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超 王超今天是有好事跟大家分享的 来吧 我带了些洗糖来 好 王超来自宾州是一名公务员 今年27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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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洗糖呢 因为在上一次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的王超正好赶上自己的老婆的一产妻 你看那小胖子上来就特别喜庆 带着喜气 分享一下吧 我给你吃 藏了点 这种事 我不好意思要 你知道吗 那个怎么样 宝宝 挺好的吧 特别好 起名了没有 起了 叫王大礼 云南大礼的大礼 哦 那个 因为我和我老婆嘛 度蜜月的时候在云南大礼 然后有了他 所以我们纪念一下吧 王大礼 哎呦 这个能分享一下当爸爸的心情吗 嗯 怎么说呢 我可以 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这当爸爸就是 前一秒天使 后一秒恶魔 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 我前一秒看着我儿子吧 哎呀笑的呀 特别开心 然后我非常非常高兴 哎呀我当爸爸了 然后 特别特别好 后一秒他就哭啊 然后找妈妈呀 整天不睡觉啊 我的天哪 我已经有 我从他出生到现在已经 有好多天没有合过一个完整的眼了 我跟你说 那你也没瘦啊 就是也没瘦啊 这个 对吧 我老婆坐月子嘛 他吃什么我吃什么补的 好 这就不错 是这样的 我觉得所有幸福的时刻 都值得让我们一起去分享 我们来看一段VCR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突发状况 突发状况 不好意思啊张言 不是因为你啊 张言 你别按得很好啊 王超这是咱们的选手 这场的选手 他呢 刚才给我反映的一个情况 我跟田伯老师商量了一下 他老婆临产 马上现在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马上就要生小孩了 刚来了电话 他能不能说 提出来要求 能不能先让他上 六十一四季张彩的 判断红王超 成功技术 连度四十枪 下一次来说 暴动的结果 公司王超 联系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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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紧张 比较害怕 七点三十二分 我听到了第一声哭 平常我都不怎么说 考我媳妇厉害 这次我就说你真厉害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天下的母亲真的都很伟大 妈妈的去吧 我一看完这段视频 我也有感慨 因为我去年也添了个宝宝 二台叫果果 所以说我一看这视频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们家果果果 刚出来的时候了 总之第一点 就是我跟别人分享 他们也告诉我 就是说当宝宝出生之后 你要第一时间 其实应该最应该关心的是 自己的老婆 你当时是这样做的吗 真的 因为我还不是说 在病房外等待的 因为我是全程 因为我老婆是顺产 全程陪着我老婆生产 然后我当时 我说实话 我心里只有紧张和害怕 这两种情分 两种情况 因为我中间 我好几次我老婆 真的就是疼的那种 都眩晕 而且是那种 就是声音都嘶哑了 我非常心疼 我跟那时候我老婆 我说要不咱们去抛吧 抛妇产吧 真的我不想让你这么难受 但我老婆很坚持 知道吗 她一定要坚持顺产 然后再 因为也不是特别顺利 也不是说是 开指缝非常快 什么产 别管是抛还是顺 抛也是人家自己抛 你这样 你这个 借着这个机会 感谢感谢自己的老婆 老婆 其实 我想说 我现在 一定一定会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爸爸 也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公 去永远陪着你们 好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福王超的小宝宝 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小宝宝们 健康成长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和情绪 接下来舞台交给 交给你 快翻开飞操 刚不够开一些生分数 站住 比龙一般 不强谷 这些老做做得辛苦 我们一定不懂事 就是这个光 就是这个光 一起唱 就是这个光 就是这个光 让我来跳个片方 穿着你美麦内伤 扎给你千年的寒方 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 我表情又在 太太大概 动作几统自在 你学苦来 你哄个招牌 跳成我状态 做卦领的真实 等得信赖 我表情又在 太太大概 你出发的潮在 没转开 我好情话简派 给你千对白 几句不得下来 看谁离开 拉美的拉 拉美的拉 拉美的生达 就不怕拉 拉美的拉 拉美的拉 拉美的从小就不怕拉 拉美的拉 拉美的从小就不怕拉 拉美的拉 拉美的拉 拉美的从小就不怕拉 拉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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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流行这种反差 穿着衬衫 然后扎着皮带 然后唱RB歌曲 是吧 来 我们也再次掌声 有请刘涛 这一轮PK王超 PK刘涛 我们先来听一下 评委老师的点评 王超这次唱让我挺惊喜的 因为你是公务员嘛 然后这次唱嘻哈 完了以后 唱了那个融合的一个版本 我觉得表现特别的好 而且忽然觉得 你这个敦时的体型唱嘻哈 还挺合适的 不错 我喜欢 谢谢欣彤老师 你们两个都是通俗哈 刘涛你很棒的 谢谢吴欣老师 我把你的事情 经常给我们的学生说 真的是很敬佩 你刚才好像说 你不会唱歌 其实在我看来 你不仅会唱歌 你还会弹吉他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歌手 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你很棒 我永远支持你 谢谢吴欣老师 谢谢 好 两位选手都有各自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 古方红糖 命运时刻 有请三位评委老师 为两位选手投票 此刻我不看两位身后的故事 不看两位的经历 我只看刚刚舞台上的两段表现 我选王超 王超一票 我选刘涛 刘涛一票 吴老师 其实在心开老师投票的时候 你的表情已经 把你内心的纠结和矛盾 暴露无遗 所以我要抢着第一个投票 我没抢过他 本来我想第一个投票来的 要按照精神的力量 我觉得无人可给刘涛奇迹 他为了唱成这一首歌 可能用了十年的努力 才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弹起吉他唱起歌 但是要按照才艺的 呈现出来的理想状态 那王超显然是抄之前的 两个人又是一个 我无法去比较的东西 但是按照今天晚上 从艺术效果上来说 王超要略胜很多很多 但是我相信我们后边 虽然说有带病吧 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会把他所最喜爱的人 再拉回来的 所以求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无论我投给谁这一票 请你们把另外一个拉回来 因为他都很出色 然后直接晋级到年度30强的是 王超 恭喜王超进入到第8季 我是大明星 年度30强行列 而我们大家喜爱的刘涛 现在处于待定状态 通过第一轮的PK 四位待定选手当中 我们山东电视综艺频道的 官方微信平台投票支持率 最高的那一位 也可以进入30强 二位请休息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掌声有请其他的四组挑战选手 好 她们是刘震震 汪甜甜 周英俊 以及一加五组合 我们是一二三四五组合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这个是这样 现在还有四组选手 请评委老师宣布 接下来的对阵 我选一组 其实毋庸置疑的应该是 一二三四五跟 东莹昆 我是这样选 也就是说珍珍和天天 根据比赛顺序和规则 这一轮首先 是刘珍珍跟她的对手 那这个意思 吴钦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了 那就是她觉得俩孩子应该比 那俩大人应该比 是这个意思吧 吴老师 是这个意思 OK 那我们请两组街舞表演者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来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舞台交给刘珍珍以及汪甜甜 二位 有什么话要说吗 虽然说 大家好 我叫刘珍珍 来自烟台来阳 现在是 来阳市宏洁医院的移民体检证线的护士 接下来因为这个绝在了嘛 而且有直播 我想挑战一下我自己 把一首拯救献给大家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谢谢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叫钱赴在你的伤口 梦想请祈求 像天外飞走最后 都化作无忧 一个人在梦游 像奔跑的犀牛 不到最后不罢休 爱若需要厮守 恨更需要自由 爱与恨就长不休 我拿什么拯救 到爱抚谁难受 谁能把谁保佑心愿为 谁等待 谁等待 我拿什么拯救 谁能把谁保佑心愿 谁能把谁保佑 谁能把谁保佑 到哪儿 跟不下 好像 明显的心凯老师有起哄的意思 你刚刚那个状态明显有起哄的意思 不是我听高兴了 真假的 真敞亮真好 刚才那几声尖叫是您发出来的 是我 是他 怎么就这么不淡定呢 就感觉像在看跨年夜演唱会啊 就很棒 真的唱得很棒 原来快乐 我看过你一次比赛 我就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这次就有印象了 怎么唱得这么好 你是护士吗 是 护士不可以这么吼叫的 他这是解放了 解放了 真的是解放 而且刘仁真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 是一次比一次唱得好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 四十进三十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刘仁真你能不这么保守 能够豁上了这样唱 能够 我才不管这一套呢 我就豁开了 让我自己唱的酣畅伶俐 就OK了 你做到了这一点 反而让我们大家都跟着你一起 嗨起来了 就他的样子就一笑起来 那个眼睛弯弯的 就很甜 他是一个软妹子的样子 就会一唱起来这么咆哮 就是一个厉害 关键有的时候啊 来自各行的 就是他们穿着工作服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那个工作贴上一个标签 他这个就容易让别人反差特别大 谁敢找他打针啊 他这样唱歌 他一叫完了之后 打针那人都不叫 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 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那个人是你的 我老公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来 剑哥好 你好你好 朋友老师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叫张琳 是刘真真的老公 我听说我们是 算是同行是吧 算吧 您现在具体是在哪里工作 现在是在大众网 新闻网站的主持人 您是哪方面的主持人 我是那种嘉宾访谈室的 嘉宾访谈室 但是也会有一个节目的介绍 对不对 对 您可以用你的工作状态 来介绍一下我们第八季的 我是大明星 就是我开场前面来的那一段 您开场 这有点突然是吧 对 有点突然 我也没看您开场 这样我简单试一试吧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植物的有活力 植物有三军冠名播出的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 然后今天是元旦了 你可以给大家问个好 好不好 好 来 你知道看红能吧 在哪 红能在那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我们也来个音乐配合一下 好的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您所关注到的是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 四十强进三十强的比赛现场 今天是元旦 到底能够哪几组选手成功晋级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 你没说灌名商就是要摳工资的 这是要扣工资的 听完笑 两个人怎么认识他 你猜 到底 答真认识他 对 心凯老师姐 不至于吧 他是我病号 你问他 你说说来 说说看 他是我病号 当时是去他医院打点滴 然后这个可谓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一真钟情你们这时候 一真钟情 我当时没给他打 我是在哄一个小朋友要做文化给他唱歌 然后我无意中留意到了 发现还挺漂亮 关键是比较的有爱心我觉得 然后就展开了攻势 是 这个两个人除了平常的时候 各自的工作岗位 有一些共同的什么爱好吗 比方说你的爱人愿意唱歌 你可以吗 我唱的没有他好 但是我也喜欢配个人大唱 一般咱们这行接触的比较管 就是说唱两句应该也都没问题 其实 明家老师我想借这个舞台 跟我老公说两句话 好 当然 因为从我开始追梦开始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人质疑我 他们也都会说 哎呀你怎么参加节目了呀 但是他是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我录第一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家宝宝还没有断奶 但是他其实特别喜欢孩子 就为了支持我的梦想说 要不给孩子断奶吧 你去勇敢地追逐梦 从我开始录制以来 其实更多的我都不顾家了 都是我老公 挣着钱 看着孩子 然后 就是 再一个他也是生活在台前的一名主持 对 但是他每次 比如说我出来录节目 都会跟我说 比如说因为不要担心钱 该吃吃 该喝喝 不要委屈了自己 我真觉得这辈子能遇见他 我觉得很幸福 对 建哥他这个人比较的大条 生活上有点粗心 但是对于工作他还是特别认真的 最主要的他有对于这种 唱歌也好 艺术也好 方便的一些梦想和追求 我爱唱 精神上支持 对 物质上还鼓励 因为我是他老公 我要不支持谁支持他 对 再一个也别老提 钱钱的 好像咱们主持人能挣几个 是不是 两个人一块合作一下吧 好 那今天 你给我唱个吧 直播特别难得的机会 我也这个勇敢一点 决定送你几句歌 好像这几句歌词 也是我真正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好 来 可能唱得不好 明倩哥别笑话我 我这水平没资格笑话你 珍珍 为了支持你的梦想 我决定在今天直播现场 给你唱两句歌 一次就好 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开怀大笑 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 慢慢变老 你可知道 我全部的心跳 我全部的心跳 随你跳 没有 送你一只花 你在我心中就是这么美 这花是去年剪下来的吧 就准备得有点走 这还不是玫瑰 这还是躲月景 是我们门口令花坛里的吧 我老师越接我也知足 是这个珍珍的老公唱完了 修一修 一次就好是吧 当大哥的送你一句话 以后好好主持节目吧 好的 这个这一轮的对抗 你的爱人刘真真是有对手的 是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嗓门特别高 然后特别有节奏感的歌手 叫汪甜甜 在请他正式为我们表演之前呢 明星年度总决赛的直播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 微信平台的互动情况 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支持我是大明星 希望每位选手在2018年 发挥更精彩 不留遗憾 各位评委辛苦了 祝综艺台越办越好 来 第二条 刘真真 歌美人更美 加油 你老公唱得也很棒 支持你们加油 接下来滚动大屏幕吧 我们看看接下来的三位 幸运观众 究竟属于谁 三 二 一 请 恭喜三位 可以获得价值200元的 生活大礼包 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汪甜甜 汪甜甜 做一下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汪甜甜 我来自三中州城 现在和我老公 一起合开了一家洗车用品店 接下来我带来的曲目 是Bed Boy 送给在场的评委老师 还有观众朋友 谢谢 你说的事我不想走 你说的事我不想走 你说的事我从来不放手 我不会问你为什么 你不用教我怎么做 我要摸上这鲜艳的口号 哦哦哦哦 原来你是这种Be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从弱 难道是我哦哦哦哦 你说的唯一有分多 你说的事就像烟火 你其实骗着自己骗了我 我不想证明是余波 我也不想证明是余波 这不是我们分开的理由 哦哦哦 原来你是这种Be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从弱 那却是你犯的错 Bed Boy Bad Boy 你的话还讲我不明白 Be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 你是Bed Boy Bad Boy 你的话还讲我太无奈 Bed Boy Bad Boy 像我听你说拜拜 Bed Boy Bad Boy 你的话还讲我不明白 Bed Boy Bad Boy Bed Boy 你是Bed Boy Bad Boy 你的话还讲我太无奈 Bed Boy Bad Boy 你像我听你说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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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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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了不敌了啊 来吧 你是蒙了还是怎么 你怎么是怎么着反应的 就我刚才想我也想尖叫 到后来我又想了一下 我要尖叫的话 会不会显得我很不稳重 不是不是想你很不稳重 显得就很没大有什么见识 因为你最近来五十大明星 当明委来的少了 对对对 所以你上来一个你就很惊艳 但是我 但是甜甜唱歌我听过啊 听过是吧 我听过呀 然后你觉得她是不是变化很大 没有变化呀 还那样啊 还是保持一定的很好的水准啊 关键是她两个 这两个女孩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俩人都挺漂亮 对 关键她俩这种漂亮 都属于那种特文静那个样 这个汪甜甜往那一站 穿个小白素衣服 就感觉可乖乖的那样的 乖乖女那样的 好家伙来 这一唱也是很疯狂 然后我觉得 而且我上次给甜甜说过 我说甜甜 你每次都有点这样的 拘谨着自己 没有完全放开的感觉 今天我觉得就放开了很多 非常澎湃 你俩人简直我觉得太像了 这是你看 《我是大明星》八季以来 我们也算是见识过 各种各样各个领域的 顶尖的表演者 什么是好的表演 就是她会在表演过程当中 让你忘掉你本身的那个角色 让你当成一名十足的观众 刚刚我估计 新凯老师为什么会那么兴奋 她就忘掉了自己评委这个身份 就完全是欣赏了 但是就这一 part 我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珍珍也是 其实她也有这样的问题 甜甜也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歌是比较动感的 就是你回去听一下 你的播出的效果 你的声音会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的问题是在于 可能自己这个话筒的控制 因为你一动的话 就是话筒的距离 其实很重要 差一点音质的变化 就会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可以怎么样去纠正一下 有几个歌手能像张学友那样 是行走的CD是吧 今天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是吧 不是 刚刚那边有秀恩爱 你这边应该咱也不能失落 一直拿手机拍摄 那是你老公是吧 对 之前见过面 来 有请 穿情侣衫嘛 这个现在 甜甜现在是开着洗车行 是你们两个谁来打理啊 我老公打理的比较多一点吧 然后我处处立 但是太重的活 我也是干不了 像那种太重的 什么体力活 抬轮胎什么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要一起 我听我们导演说 你做好几份工作 对 我现在就是和我老公 弄着洗车店 然后还有教 自从参加了咱们大明星 然后也有就是说 毕竟我去当那个 教小朋友唱歌声乐老师 然后现在还忙着 这个井口的服务这个工作 你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呀 因为在前段时间吧 然后我来参加咱们大明星的时候 我爸爸刚刚去世 然后现在就是我妈妈 我妈妈没有任何的收入 再加上我也想给老公 减轻一下负担 然后不想让他们都太累了 所以说我就是多干点 多挣点钱 然后养活我妈 然后给我老公减轻压力 真会说 也给自己的爱人加加油吧 喂 紧张 太紧张了我老公 没事你说就行 老公 媳妇干了三份工作 特别的辛苦 我特别心疼她 每天三个地方来回跑 加上现在天气也冷 然后她也不会开车 每天就是电动车 公交车 就要来回的跑嘛 然后洗她店吧 现在天冷了 水特别特别的凉 是 她一般到店里 我都不让她干活 心疼她嘛 怕她的手 女人的手很重要嘛 然后怕她冻伤了 辛苦了 一切都在这一个拥抱当中 好 我们这个希望 像我们这样的 有夫妻之间交流感情的这种方式 和互相珍惜的这种方式 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谈不上学习 一起分享一下 是吧 因为我的老公不太会说话 说得挺好 多实在 2018年刚刚开始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爱笑的女人 运气不会很差 你就别照搬那些网络都聊了 聊个屠了皮了的话了 不舒服的女人也笑不出来 来 我们再一次有请刘珍珍 牵上手了 这一趴打算都是两口子 共同来面对我们的结果吗 好 来吧 希望我们的评论老师不要有压力 他一玩乐队的 他不会唱一两首帮他老婆 没有 我不是 样子很像玩乐队的 看着像 我哥哥 你要先投还是我先投 咱俩先投 那 吴老师这个女人对付女人更冷静一些 是吧 那我们俩就一人投一个吧 好的 好啊 我就是 你们这样做是不是稍微有点 露骨啊 不敢不敢担当的状态啊 没有啊 就是我肯定我就很自然就投我刚刚为他尖叫的珍珍 我投给他这一票 好 我觉得他既然投了珍珍了 我觉得为了平衡一下 我投给甜甜 谢谢 吴老师 你说 让我看就是赛场如战场这感觉 我在你们两个漂亮女孩身上感觉到了 其实你们两个都很有驾驭舞台的能力 唱得也都很棒 但是呢 要说从音乐上到节奏上 给我的感觉 刚才珍珍的最后一个音音虽然非常结实 但是有那么一定点的偏低 可是你很聪明 结束之前你找回来了 但听王甜甜唱歌呢 我是始终如一的感觉 特别舒服 要想拿到我这一票进入三十强的 王甜甜 谢谢吴老师 恭喜王甜甜 进入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 年纵三十强行列 而刘珍珍也并没有被淘汰 这不是她最后的结果 现在就一代替的状态 目前第一轮PV过后 四组代替选手 投票支持率最高的那一组 也可以直接晋级三十强 两组选手我们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剩下的两组挑战选手 他们是Done King 以及一二三四五组合 好 这个 人家都是一对一PK 他们是组团 选个代表吧 跟对手说句话 我们组合名字是什么 东洋快 对 女王 见到我们女王 还不赶快拂手成城 跪下很快 这小朋友说话 还是要掂量一下 看我们吗 我们一二三四五 从来不和女生打斗 但是不都还是斗 我们一二三四五 站在这儿 什么都不棒 放马过来吧 你说这叫板的话 这是谁教的呀 你看 不是这个谁教的 两组小孩啊 不知道到任何一个地方 得先拜拜码头 知道吗 站在你们两组 这个队伍中间的这一位 那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曾经跳舞 唱歌叱咤风云的前辈 应该让前辈 先给你们露一手 这样 敏剑 敏剑哥来一个 就这么着 你要说直接让你来吧 敏剑直接让你来 有点不大好意思 给你一点准备时间 好不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欢迎回到 职务的 有活力的 直影孙军冠名播出的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年度 总决赛的直播现场 在整个的广告阶段 大家如果没有换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本人的一百多个俯卧车 还有那个大风车 托马斯 连着坐起来 也是稍微有点累 错过了就遗憾了 我就坐这一次 不好意思 吹大了 因为今天本场的比赛 其实也是比较残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现在在微信平台的 投票支持数 八组选手 当然了 有的已经晋级 年度三十强了 好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8132票 排名第二的是 刘真真 4788票 当然了 我们现在里面有三组的带定选手 在带定选手当中 经过我们的第四组PK之后 排名第一的带定选手 也可以晋级 年度三十强行列 接下来舞台就给我们的 东赢 KING 好 好 8季大明星以来 其实已经成名的 青少年组合 其实还在多少 从最早的 Easy Fist 奥利奥 以及 E5飞扬 其实第8季 有很多这样的 青少年组合 他们展现出的 青少年组合 也是不容小视的 这个虽然是五个小女孩 为我们呈现出的舞蹈 但是从头到尾 我们也看到了 那股力量 power 谁来点评一下 我每次就是 来到咱们现场的 这种小舞团 我都让他们热血沸腾的弄 因为从很早很早以前 你们叫习舞堂 对不对 对 那个小朋友在参加的时候 叫综艺满天星的时候 他们来的 对不对 是 很早很早以前 然后这个 是他们 那个叫郝一轩 是不是 郝一轩 mini sister mini sister组合 对对对 他们现在已经成长成大姑娘了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 就来到了 开启了我们 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来展示自己他们 小舞团那种魅力的 那种时刻 我觉得现在他们是 那个郝一轩的 小师妹了 而带他们的 好像是郝一轩 他的父亲 爸爸 帮他们排练 或者帮他们拉队形 什么这样的 关键最重要的一点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郝一轩他的爸爸 他的腿是一个 很不利索的 那样的 有一点点残疾的 那样的人 但偏偏是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带出这样的 一支队伍来 我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了不起 好样 没给你们的师姐们 丢人 也没给你们的领队丢人 了不起 好 这个吴老师给了 非常高的保障 但是呢 他们还有另外一组 实力也是非常 强劲的 由五个小帅哥组成的 一二三四五组合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一二三四五 起来追追追拉穿 四海招呼三几三 一二三四五 加油 兄弟们接种压自己 大家好 我们是 一二三四五 坐好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 学习的舞蹈 这个状态 那个叶老师哥哥 我们还得再加个油 然后再放音乐 谢谢老 小朋友 我们抓一点时间 我们这里是直播 好 演绎 记得我们是狗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不要一副就是马上就要窒息过去了的样子 就是表情可以很酷炫 但是不要太猙獰 这是我第二次跟你们说这件事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这个编舞非常的好 动作也很整齐化 我觉得很好 很帅 然后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去聊 因为朋友在做那个网络的那个街舞的选秀节目 然后他就说很少有山东的队伍却参加 他说看全国来看的话 山东的舞蹈这个水平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希望你们赶紧把山东的舞蹈撑起来 街舞撑起来 加油 好 我们也再次掌声有请我们来自东营的东营克林组组 两组小朋友潜力都非常的大 究竟在这一个环节哪个组合可以晋级 第八级五十大明星年度总决赛的三十强行列呢 我们期待评委老师的投票 两组孩子都是在十岁左右的一个平均年龄 都已经刻苦训练了很久 而且他们的老师都付出了非常多 尤其是一二三四五 他们的老师是一个极其有风度的先生 每次都穿的正装 一本正经的 非常尊重的站在舞台旁边 来面对这个舞台 我觉得这种绅士风度是特别特别的值得褒奖的 然后这边我们这个困组合的领队 就是我们好一圈的爸爸 他腿非常不利索的 一拳一拐地带着这帮孩子来参赛 我觉得都是非常敬业的 你们都应该去学习 你们老师身上这种了不起的精神 我第一票投给的是 女生 东营克林先拿到了吴老师那一票 说实话 每次见到这一二三四五这小孩 我都有一种心慌的感觉 就像新凯老师刚才说的那样 就是有点 就挺吓人的表情你知道吗 你也是觉得他们的表情有点过于夸张 对 但是刚才敏剑您说了之后 就说他们有一种动武的感觉 我就发现了 小女孩 这些小女孩也是这种表情 所以要在我这儿看来呢 看样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我还是想把这票投给这一二三四五 好 现在两日队伍各拿一票 在新凯老师投出宝贵的那一票之前呢 我们给你点时间考虑 进广告 欢迎回到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年度总决赛的直播现场 新凯老师可以投出你那宝贵的一票了 好 经过广告期间的慎重考虑 不卖关子 直接晋级的是 一 二 三 四 五 恭喜一 二 三 四 五组合 干什么了 来自东京的东人K组合 也不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在之前的几轮GV当中 处于带定的其他三组选手 有请 刘珍珍 刘涛 好 来 在四组带定选手当中 微信投票率最高的那一位 也将可以晋级年度三十强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在四组带定选手当中 排名第一位的是 8753票的刘涛 恭喜刘涛 进入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年度三十强 非常好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而在场上的三组 带定选手当中 我们的评委老师 还将选择一组 进入到年度三十强 而没有被选择的另外两个组合 就要遗憾地离开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的舞台了 所有从几万人当中 走到年度四十强的选手 你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都值得我们赞美 都是一闪光的大明星 所以无论谁离开 都不要气馁 你们都从这个舞台上闪光过 直接进入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 年度三十强的选手是 珍珍 恭喜刘珍珍 而另外两组选手 也非常的遗憾 谢谢你们在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的一切 再次祝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元旦快乐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道明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